1、2、3 平隆牡丹乡旭海村卫生室 30号正式接牌启用 旭海村不但是唯一面向太平洋 也是距离市中心最远的部落 因此偏远位置造成居民就医不便 加上医疗资源缺乏 导致许多人为此而选择离开 所以这次现代化卫生室落成启用 对当地居民来说意义非凡 当然是差很多 光是设备就刚现场有讲了 也是花几百万在这里 一定是最先进的一个设备 对来供我们保障 保我们村民的一个健康 现代化远距医疗的设备与技术 可以提供新海村民 更好的医疗服务品质 使地主偏远的新海居民 也能够得到完善的医疗与照顾 因应医疗行动化趋势 血海卫生室增设智慧型照护站设备 并与高雄荣民总医院合作 导入远距医疗会诊及转诊服务 也连接周边地区医院提供优质医疗及公卫照护 我们希望不要让任何一个民众 他的照护是被遗漏的 我们一个真正的目标 除了消弭健康不平等 就是要leave no one behind 让没有任何一个人被遗漏的 照顾到照顾好 这是我们卫生署的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一个决心 尤其在旭海村的部落的乡亲 期待 因因期待很久 那这几年我们的垂直整合 期待的就是让在地的居民 能够有一个在地医疗平权的 能够在地安老 甚至在这个旭海观音笔 十多年的时候 我们一个最重要的礼物 县长潘文安表示 未来将以医疗在地化 照护社区化及救护及时化为目标 让健康平权落实在旭海 及每一个偏乡 于是喜闻巴朗 评论牡丹 采访报道